大家好,我是老万 我这会儿在我们瑞福房车天津的体验中心 这是一个新的节目,全新的节目 其实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店除了卖车还能做啥 它必须得对行业做点事 为车友提供一点小小的帮助 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 我就发现车友的很多故事 其实我们可以讲出来 在这个故事里你能发现你的影子 这个故事也能给你鼓励 那么正在看视频你可能有一点担心 就说房车是一个新生事物 那我到底能不能玩啊 所以我其实一直是想找一位 我们具有代表性的车友 在视频里跟我们聊一聊 那么我们旁边这个大姐 大姐的网名就叫好友 我们管就叫好大姐吧 大姐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也愿意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那接下来我们就以聊天的形式 跟大家聊天 可以 跟大家打个招呼呗 车友们好 大家好 咱们可以猜一下 你们觉得大姐是多大岁数 68周岁 那么第二个问题 你们猜猜大姐开的是什么房车 可以打在评论区 6米4的拖挂房车 而且是双轴 双轴的 里边所有的设置是我自己设计的 您这个车用多长时间了 8月8号提的车 因为我们这种岁数人出去玩去 一个得休息好 再一个得吃好 老年人嘛 对吧 你要这两样都解决了 不才能健康吧 咱们之前聊您69了 对 那预计换自行的时间是在什么时间点呢 在就是不能开这个拖挂以后 好像现在是国家法律规定是70是吧 是 那就以后要欢迎我们好友大姐 到我们天津的房车体验中心踢车 对 是 那是必须的 现在我就是 我就是那个努力 在努力 其实做生意和交朋友这个不耽误 对 替我们车友问一个问题 现在很多车友可能年龄都没你大 他们觉得开房车出去不方便 您结合您的感受 说说这种房车旅行这种方式 到底方不方便 因为我也这基本上是两年了吧 过来开房车 我认为像我们这岁数人 方便不方便存在自己呢 因为什么我们又不要跑快 是不是 拐弯抹角我们都可以慢 时间允许 就是我们去哪儿都是慢生活 你在哪儿待得舒服 你可以就在哪儿不赶时间 车友可能有几个担心的问题 第一这个车我开不开得了 无论是拖挂还是自行 你看拖挂那么长 自行那么大 他担心开不了 这个你有过担心吗 我没有 我这个人是特别愿意挑战的 那到底是您意高人胆大 还是他们想多了 他们想多了 是吧 其实没那么难 没有那么难 第二就是大家可能比较担心的是 到外边找不到停车的地儿 你看这么大的地儿 哪有地儿给你停 不一定 现在反正经过我这两年 我感觉哈 这个停车地方就是说的 不是说的没有 就是说有好有坏 你的需求是什么 有电有水 得花点钱 要是车上电水全足够 你就平常的停车场 你就可以 有些车友可能也担心安全问题 我感觉现在全国各地 这个治安都特别好 因为这次我一个人出去 我不管是在停车场停车 还是在营地停车 全是我一个人 因为现在停车场还有营地 全是摄像头 特别安全 没有什么 不用顾虑 我们每次发视频 在评论区就一定会有人说 哎呀 那房车到处都驱赶 您还买它干啥 那您是一个房车的两年的使用者 一年的这种事啊 您给大家讲讲呗 驱赶的我也赶上过一次 很少 有一次我是在苏州 我找营地 它全是湖 在营地湖边上啊 我喜欢大堆 我一直找这个房车营地 我找的挺晚的 结果到最后有一个保安 把我引到一个那大停车场里 我进去的时候 它没有人 都是摄像头 摄像头底下住了一晚上 挡起来啊就有一个保安就去了 就敲我们 那意思就是说的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我说我11点多进来的 你们没有人 你那个什么正常 聊杆我进去的 他说的那个我们在 你晚上在这住可以 白天因为它是大停车场 它是一个换乘的地方 那个白天我找别的地方 这么着我就交费走了 我就换停车场了 其实这都不是问题 我们出去旅行有很多种方式嘛 有的人选择了房车 有的人选择了这个高铁飞机 加酒店 对 这看适合什么 那对于您来说 你选择房车了 是因为哪几点 让你选择了房车 而没有抱老年团或什么呢 抱老年团适合我的原因 就是说我不喜欢打卡式的 因为我这个身体吧 这个岁数吧 也不适合跟他们就说赶着走 太远的路我也走不了 所以说因为我身体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我不喜欢住酒店 很多车友跟我们反馈 酒店住的不舒服 对 吃的不舒服 其实还有一个就养宠物 您养宠物吗 没有 有很多养宠物 因为你带着宠物旅行就没办法 对 因为高铁飞机啊 带宠物就比较费事 这两年玩的有没有什么 就是你觉得 只有房车这种方式才能让你碰到的人啊 或事比较开心的事 跟大家分享 分享 一般我碰到的这个房车的这个车友 群里的 在偶遇的 都是特别开心的 因为全国各地的 像我们这样 这个岁数吧 比方到一个营地 周围全是房车 这房车互相 它有个交流 这一交流全成朋友了 这可以哈 对 全是朋友 现在我手机上的这个微信呢 全国各地的朋友 都是偶遇的 然后加的微信 互相了解 各自有各自的爱好 所以说这个也是乐趣 以后一出去玩 到哪儿 在群里一问 哪地不能停车呀 是啊 有人去过就告诉你了 有的时候 比方说我到哪儿了 之前加微信的 人家就说 你在哪儿 我也在附近 我也在附近 你说这种情况 就这种不期而遇的 对 所以说这个挺好的 我挺喜欢这种交朋友的方法 我要是不开房车出去 我就在家里头 那我基本上朋友 就是我这个圈里头 我现在出去了两年了 我这个圈的朋友 全国各地的 做什么的都有 所以说聊天 我可以知道 我全国各地的各种知识 扩大了自己的交际圈 和知识范畴 知识范畴 我方便问一下 大姐 您有一些基础病吗 有 我有支架 我还有高血压 因为您有一些老年的车友 跟我说 但是这个没有科学依据 老年车友说 他在家带着就买 但是他一出去 我就感觉舒服了 我就有 是吧 在家待着就郁郁恐惧 我是这种 所以说 为什么我就自己一走 我也得走出去 那这个视频的最后 我们也想请大姐 就鼓励一下 正在看视频的你 如果你也对这种房车收获向往 又有一些担心 让大姐来鼓励鼓励你 好多老年人 正在外边玩的 都是非常开心的 所以说不管你各种情况 只要你走出去 你就胜利 感谢大姐 您是我们这个 我和房车的故事 瑞福房车天天体验中心 我们这个小栏目的 第一个嘉宾 非常荣幸 非常荣幸 我们也希望 如果您是有房车的车友 您不管是哪的 您路过我们这个房车体验中心 您踩一脚刹车 到这坐一坐 咱们聊聊天 把我们这当成一个补给站 您千万别把我们当成一个 纯粹的卖车的地方 这也不是我们的初衷 所以我们自己给自己 定了一个小口号 就是房车故事多 瑞福房车天天体验中心 等您来说 感谢大家